记者邱浩唐台南报道,新版本身份证经过网络票选和评审挑选后即将出炉。 不过,身份证上仍保有中华民国的名称,这也让台南市议员李文正和安平南区市议员参选人李启伟痛批,应证明为台湾。 李文正和李启伟表示,政府原本利用网络投票征询意见,网友们也踊跃投票支持证明台湾的身份证,没想到新的版本还是维持原来不被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华民国,实在让人大失所望。 李启伟表示,如果继续使用中华民国将提供中国并吞台湾的几口,例如中国的飞机和航舰绕台恐吓,让台湾人民一直活在恐惧之中。 1971年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,是中华民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席位,不是台湾被退出联合国。 台湾走不出国际社会是因为继续使用中华民国的关系,台湾要国家正常化应从身份证证明做起。